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我們來說一說 Landing Page 銷售頁、著陸頁 或是名單收集頁 跟一般的網頁製作有什麼不同 其實,在坊間你會看到很多老師 在講Landing Page有多重要 然後呢,我們最常看到Landing Page 其實會出現在某些狀況下 譬如說,你今天搜尋英語補習 或是英語教學,或是任何關鍵字 你會發現有很多這個英語教學的網站 你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它的網頁並不是連到網站的首頁 什麼叫網站首頁呢 網站首頁就是譬如說www.com 或是什麼什麼.com.tw 網址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呈現出來的是網站首頁 可是一般Landing Page 它通常不會有這麼短的網址 它網址可能是比較長的 就是斜線www.com.tw 斜線之後還有一串網址 它代表的並不是這個網站的第一頁 並不是首頁 而是這個網站裡面的內頁 就是可能是某一個網頁 這個狀況下就表示說 一般我們在搜尋情找到這些廣告 你點擊下去之後 你會連過去的那個頁面 並不是網站首頁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因為你連到網站首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資訊琳琳滿目 太多資訊了 消費者不曉得要點什麼 而且通常我們會去登廣告的時候 都是針對某一項特定的商品去登廣告 除非你今天登的是一個很形象式的廣告 那你才會連到首頁去 它可能只是純粹打知名度 打品牌知名度 並不是要去促銷某一類的商品 可是一般我們在登廣告的時候 比較會集中火力在某一項商品上面 或者是某一項服務 或是某一項課程 所以譬如說我今天看的是 英語教學的這個關鍵字廣告 你點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頁面 它上面就是吸引你去填寫什麼東西 表單資料 它會希望你填寫你的姓名 你的地址 甚至你的電話 你的email 然後按送出 這時候你會得到一份贈品 這個贈品有可能是一個CD送給你 或是一個線上課程送給你 或者是請你來我們公司 然後我們幫你做英語的評鑑 免費的 然後給你建議 讓你做一個免費諮詢 那事實上它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到你的名單 就是希望你填寫這些資料 那他們給你的回饋 就好像我們去在街上填問卷的時候 人家送你一支原子筆 或送你一個小禮物 一包面子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landing page 它其實不一定要是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其實反而不好 因為資訊太多了 它其實它只要一個頁面 一個漂漂亮亮目的很鮮明的頁面 讓你填寫你的資料 最重要目的是讓你填寫資料 那第二種目的就是直接銷售 假設這個產品沒有很貴的話 譬如說一千塊以下 或者是一兩千塊的東西 它希望你看完之後 馬上就去購買 那它就只做一個銷售頁面 這個也算是一種landing page 那這個landing page呢 它其實有不同的平台去 可以去製作 像譬如說 例如說leappages.net 或者是clickfunnel 這種網站 這種國外的網站 那台灣呢 最近這一年 一兩年 也有一些平台 推出這種單頁式的網頁 網站 landing page 著陸頁 很多台灣 我們把它翻譯成一頁式網站 就是這個網站 可能是只有一頁 那時候有很多朋友 他們會想說 我今天做網路行銷 一開始要把網站建置完成 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大的工程 那其實可以用landing page來取代 就是只要一頁就好了 那一頁呢 你可以拉得很長 可以拉得很長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兩種是結合 就是什麼叫兩種結合 一個就是你傳統的官方網站 上面是有選單的 就是關於我們 然後產品介紹 然後聯絡我們 相關資訊 部落格等等的 上面有選單的 這種網站 這種是正統的網站 他有一個很完整的公司簡介 然後很完整的商品介紹 因為商品可能不只一樣 所以有很多像商品的介紹 可是我們在登廣告的時候 我們可能只會針對某一項商品去登廣告 所以這時候呢 你有第二種選擇 就是 你如果已經有一個很標準的網站 那我們去登廣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把它連結 點擊之後連結到某一頁 其中一頁就好了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樣感覺沒那麼好看 因為上面有什麼 有那些選單 那我看了在Rending Page 好像上面都沒有選單 就完整的一頁 上面也沒有其他選單 等於說 訪客完全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點擊 他就一定要從上面看到下面 就這麼一頁資訊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點擊 唯一的一個點擊按鈕 有可能就是讓你填寫表單 然後送出表單 或者是讓你點擊購買 然後直接購買 直接是銷售頁 或者是直接是收集你的表單 收集你的潛在客戶資料 這種就是Rending Page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Rending Page 跟這個傳統網頁製作上面 我們可以分別用什麼工具 是不是一定要Rending Page 或者是我用傳統的網站 價賺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這種Rending Page 我們就仔細分析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電腦畫面 來完整的呈現 剛剛講的這些Rending Page 跟一般傳統的網頁製作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Webli 它是一個很簡單操作的一個網站系統 我現在先開個 Webli的免費的網頁 這個是免費的網站 Webli它有付費跟免費版本 當然免費版本 它的缺點是 右下角會有它的Logo 那如果是付費版本的話 右下角的Logo是可以去除掉的 Webli它是一個非常簡單製作網頁的一個工具 所以它的原件全部在左邊 全部在左邊 那你今天想要去建立一個新的頁面的時候 你只要按一個加號 按一個標準頁面 它就有一個新頁面的出現 比如說Test 寫New好了 每次都用Test 按完成 這個新的網頁就出現了 然後左邊的這個建立的地方 這邊有很多原件 比如說你要文字 你就拉文字進來 然後你希望放圖片 你就拉圖片進來 那這個原件一旦拉進來之後 你可以去編輯這個文字 你可以去上傳這個圖片 點擊一下 然後去上傳圖片 然後你這個圖片 它的好處是放大縮小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然後你要移位的時候 也非常的方便 譬如說我要放在它的 右邊 放在它右邊 那你要把它拖左邊 拖右邊 都非常的容易排版 這個就是Webly它的好處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把它拿來做Landing page 當然可以 只是說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上面的選單它永遠會存在 永遠會存在 所以如果你希望秀出來的是一個乾淨的頁面的話 它是不行的 因為上面都會有選單 但是呢 現在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會用手機上網 所以其實他們用手機上網的時候 這個選單事實上是看不見的 必須要點那個三條橫線才會看到 譬如說我現在把它改成行動裝置 好 事實上用手機來看這個頁面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點擊這三條線的話 它是不會看到這個表單的 不會看到這個選單的 所以它看到的還是你這個Landing page一整頁 如果是免費的話 就會有下面這個廣告 創建一個免費的網站 提供著Webly這些字樣 那如果你是付費的話 這些字樣都是可以拿掉的 所以你要當成一個 Landing page的製作其實是ok的 好 那我給你看一下實際的案例 像這一頁呢 就是我用Webly製作的Landing page 這是一個名單收集頁 像我剛剛的製作方式很簡單嘛 就是文字區塊把它拉進來 然後填寫你要的文字 然後再把圖片拉進來 放你要的圖片 然後又是一段文字 然後這邊插入圖片 插入影片 先把它按暫停 在這個 這個地方 我先把它切回去 左邊的元件區啊 左邊的元件區這邊就有個插入 內籤程式碼 你就可以把這個內籤程式碼拉進來 把這個內籤程式碼拉進來之後呢 然後編輯跟HTML 你就把那個YouTube的影片 或者是Vimeo的影片的那個程式碼 直接把它插進去 那那個影片就會出現在這邊了 所以在製作上面其實非常的簡單方便 像這邊這是一個圖片 這是一段文字 這是圖片 然後呢 這邊這是一個圖片 然後右邊呢是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呢 我是把它簽入 也是用HTML的方式 我把它簽入這個 getResponse這個 自動回復信系統的表單 把它簽入進去 然後底下呢 是一個加入LightAdd的這個好友連結 LightAdd的好友連結 點擊之後呢 會出現LightAdd的QR Code 那如果用手機點擊的話呢 會自動加入你的LightAdd的好友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 Landing Page 一個Landing Page 我用來做什麼 我不是直接銷售 我是用來做說明之後 然後請他們加入我的LightAdd好友 或者是加入我的這個名單 收集他們的E-mail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Landing Page 那 這是第一種方式 用Weberley製作 那Weberley的年費呢 它分成入門版就是 每月8塊錢 美金 那採用年費 才每年付費 然後 Pro版的是每個月12塊 那商業版的是每個月25塊 那底下你可以去參考它 我們這一節就不要講太多 以免這個時間拉得太長 你可以仔細去看 這個Weberley.com 然後後面Pricing 就是它的價格表 那通常呢 如果只是要做這個Landing Page的話呢 你用這個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入門版其實就夠了 那折合台幣的話 一年大概兩千多塊錢 一年大概兩千多塊 那如果一次買兩年的話呢 它又更優惠 所以其實在費用上面 我個人是覺得它蠻省錢的 OK好 那我們再講第二種方式 Lippages Lippages.net 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我目前是有付費的 那我付費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所以我想要去了解它的這個 你看它左邊也有這些選項 也有這些功能列 跟那個Weberley的這個製作方式 雷同 雷同你看 它這邊有說明 方式也是一樣 從左邊把元件拉進去 方式雷同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sign in 一下 讓你看一下 它的好處是說 今天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有個templates 就是範本 它主要的好處是說 它有提供非常多的單頁 單一網頁的範本 那這種單一網頁呢 它跟這個Weberley不一樣 像Weberley它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價站系統 所以它的網站呢 就會有logo 然後首頁 然後你自己定義 你的其他頁面的名稱 像我這邊有個服務項目 然後還有下拉選單 有沒有 下拉選單還有第二層下拉選單 有沒有 還有這個關於我們啊 這邊的註冊啊 會員系統啊 這是比較business方案 比較高階方案 就會有會員系統 所以它是一個 Weberley是一個完整的網頁系統 網站系統 所以它有這些選單 那你如果像我這樣製作一頁 它沒有辦法去取消 上面這種選單 OK 所以呢 如果你有這個考量 就是你希望讓它不要看到選單 那OK 你可以使用這個LipPages LipPages 它這邊有很多的tamblets 就是它的這個範本 那它這個範本你看 譬如說像這樣子 你可以去preview 就是預覽一下它的範本 去預覽一下 點擊一下preview 去看一下它的範本 好就像這樣子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比較懶人化 就是全部都幫你網頁全部都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了 然後你只要去把這個圖 譬如說這個圖片我要換掉 OK 這個基礎器我要設定一下時間 然後這個文字我把它換掉 這個logo我要把它換掉 所以這個LipPages 它的網站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範本挑選一個來用 然後你就把這些文字 都把它換掉 像這樣按鈕裡面的文字也是可以換掉的 那當然這個最大的這個底圖也是可以換掉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是你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個 Use this template 好那我可以給你看一下我已經製作好的頁面 譬如說這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像這個頁面它是個名單收集頁 然後我把它插入一個基礎器 它比Weblin好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左邊 左邊這些元件框裡面有一個是倒數計時器 那Weblin是沒有這個倒數計時器的 但是我們可以去使用免費的倒數計時器 然後把它插入HTML的區塊也是可以達成的 所以如果你顧及這個費用的話 其實用Weblin也是可以達成的 那我們就去使用那個倒數計時器 免費的倒數計時器就可以了 那但是LipPages它的好處是說 它裡面的元件就已經有倒數計時器了 所以直接把它拖替進去就可以 就像這樣子 然後你設定一下什麼時間到期 那它時間就可以開始倒數 然後像這一頁它是用來做 名單收集 所以我這一頁並沒有賣東西 所以它在看文案的時候 它就只要點擊 馬上了解 點擊一下就會跳出這個 請填入電子郵件立即取得影片 OK 這邊請訪客填寫Email 然後立即取得 那我們就得到它的這個電子郵件了 這個是名單收集頁 那點擊之後會掉下一頁 這邊直接示範一下 我點擊之後 好 直接跳到下一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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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一頁就是銷售頁 銷售頁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給它一段影片看 然後我這邊一樣插入倒數計時器 我剩多少的時間 你要不要趕快買 然後底下立即搶購 然後點擊之後 就連到了真正的網站 連到正式網站的購物車系統 然後請它去加入購物車正式購買 所以它是分三段步驟的 第一段就是剛剛的取得名單 取得名單之後 跳這一頁詳細的解說 然後這一頁在立即搶購之後 跳到第三頁 就是正式購買頁 OK 那有些人他們買廣告是怎麼買 就是在Facebook買廣告 然後點擊之後 就直接跳來這一頁 立即購買頁 當然也不是不行 就是你在這一頁的購買頁裡面的 詳細描述要寫的 讓人家看了就很想買 那當然也是OK 如果你不想要取得客戶名單的話 當然也是OK 但是38000這個單價很高 你要叫人家直接在這邊購買 那個可能性就比較低 所以如果說有像剛剛上一頁的這種 先取得它的名單 那你之後再用email去跟進它 那之後的跟進之後的成交率 才會慢慢拉高 因為畢竟單價比較高 所以這個landing page 是可以這樣子去製作的 那但是它還有 它的優點當然是剛剛講的 範本很多 然後你去修改它的範本就可以了 但是缺點呢 缺點就是它的優點 就是上面的這些選單 它是空白的 像我們一般網站 或者上面的選單對不對 那像lead page 這樣子的網頁 它就感覺不是正式的網站 它就是一頁到底說明完 然後就跳下一頁 它就沒有那個正式的表單 上面沒有正式的表單 所以你的網站如果沒有正式的表單 那缺點是有些客戶他會覺得說 你這網站好像不是很正式 但是有些客戶他會覺得這樣就夠了 比如說我用手機看 我不見得要看你很多 很多公司的其他資訊 那其實有很多詐騙 像Facebook上面有很多廣告 它都是一頁式網站 那就是行程很多 很多人其實他是貪便宜 這個東西好像要一萬多塊 他才賣一千多塊 然後一頁式網站而已 就只有一頁而已 他也不去查 很多很多人也不會去查說 這個網站上面有沒有 他們公司的公司介紹等等資料 他們都不會去看 一看便宜 立即搶購趕快買 我就很多人上當了 然後買了之後 可能一千多塊 算了啦 也不去把他要回來了 退貨有點難得退了 所以那種很多都是大陸 然後來直接賣到台灣來 很多很多這種銷售業 一頁式銷售業很多 優點跟缺點就是這樣子 有優點有缺點 那如果說你的 有的人會想說奇怪 那我的第一個網頁跳到第二個 網頁中間怎麼跳 比如說我們這個傳統的正式網站 它有上面選單 可以讓你去選擇我要去的頁面 可是像這種lead pages 這種單一網頁的 他沒有選單 怎麼辦 那你就必須在這個頁面裡面 自己去製作按鈕 好像這按鈕 點擊之後呢 跳到另外一個頁面去 或者是什麼 你可以去製作這個文字的超連結 超連結 點擊文字就連出去 或者是製作圖片的超連結 點擊圖片就連出去到別的網頁 當然這也是ok的 好那我們再來講第三種 就是這個click funnel 我們在講click funnel之前 我們再先看一下這個lead pages它的售價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ricing 好 假設你是用月付的話 我們按這個monthly 月付的話 第一個月 每個月是37塊錢 每個月付 假設你用年度付費的話 它的每個月是25塊錢 比較便宜嘛 但是你是要付滿一年 那你可以付兩年一次 一次付兩年的意思 你的每個月平均就是17塊 最低啦 那你可以去看它底下這些功能 那這個42塊 這個42塊如果是兩年一付的話 42塊它多出這些功能 就是AB test 就是說你今天可以做兩頁不同的文案 兩個網頁 然後呢 客戶連到這個 訪客連到這個網址的時候呢 它會隨機的跳 比如說第一個訪客它會跳A這個網頁 第二個訪客進來它會跳B這個網頁 但是網址是同一個 它有這個功能 就是自動幫你去分配 那譬如說 假設今天來了1000個訪客 那可能就500個是看A 500是看B 那它的後台可以去看一下 A跟B哪一個效果會比較好 效果可能是從填寫表單的人數來計算 或者是點擊你這個表單裡面的按鈕 或連結來計算 看哪一個頁面點的人比較多 它就是可以做這種AB test Spirit 就是分開測試 還有其他功能 所以這個費用就會比較貴 那最少 假設今天我們只是想要做測試的話 像我目前我只是買一個月一個月買 然後呢 我一個月付了37塊 我買一個月 但是相對比較貴 可是風險也比較低 就是我如果不想用了 OK我第二個月不要買就好了 我了不起花1100多塊台幣 第二年 第二個月我就不要買了 好 再來呢 還有一個叫clickfono clickfono這個網站呢 它跟leap pages類似 跟leap pages算是競爭對手 但是呢 它比leap pages更多功能 更多功能 那我目前沒有去買它 但是 我知道它多出什麼功能 就是多出幫你製作 一次幫你製作出三頁或四頁以上的網頁 做什麼呢 譬如說 有些課程網站 那它會讓你看第一個影片 然後第二個影片 第三個影片 然後第四個影片呢 就是要成交了 類似那種網站 我相信你一定看過 那我當初呢 就想說 這個clickfono它的費用 這樣比leap pages還貴耶 我們去看一下它的費用好不好 如果你要看一個demo的話 你可以看這邊 see your demo 然後它一樣呢 會先取得你的電子郵件 有沒有 這個套路都是一樣的啦 就是公式啦 公式就是 他們一定會 讓你去填入一個email 它之後才能夠發電子郵件給你嘛 取得你的名單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看價格 我們就先按這個 開始你的免費14天測試 ok 它有14天的測試期 然後你可以不買 可是你在測試的階段 你就必須先去填寫你的信用卡資料 這個是我個人覺得比較不喜歡的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忘記了14天超過 它就給你收錢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價格 每個月97塊起跳 起跳喔 每個月97塊喔 算100塊了 大概就3000塊了嘛 這是它的最低價格喔 所以我說clickfinal是比較貴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案是每個月297塊 當然這個 美國 美國人的收入跟台灣人的收入是比較高嘛 所以97塊也許對他們來講 不是什麼很高的費用 可是以台幣3000 以台幣3000塊每個月的支出來講 一年就要三四萬塊喔 所以這個要考量的地方 那我當初 我當初為了要教我的很多學員去做這個銷售流程 因為他clickfinal其實他著重的就是一個銷售流程 final就是流程嘛 他著重的是一個銷售流程 那我那時候為了要教我的學員說 好那我們可不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方案去做 可以啊 我們用Webri來做 喔不OK 可以啊 好那你看一下我Webri怎麼做 好這個是我Webri的頁面 那我也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裡面呢我什麼都不要放 我就放最簡單的一個影片說明 然後呢一個按鈕 那這個這是算第一段影片 然後點擊之後呢會到第二段影片 那第二段影片呢我就開始是銷售頁了 第二段影片我就是銷售頁 那裡面就會講解比較多的服務內容 比較多的文字 還有見證影片 然後Q&A Q&A就是客戶常常會問的一些問題 然後如果他今天不想買 OK他也可以留下他的資料 好 這個就是我用Webri去做的 那你說這個到底 要用Clickfunnel或者是Webri做就好了呢 知道你開心啦 如果你覺得說像Clickfunnel或者是LeapPages 這種方案太貴了 我想要用一個一年兩千多塊的方案 那Webri它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可是他沒有那麼多的單一銷售業的範本讓你去選 所以我這些呢都是自己拉元件進來做的 就好像我剛剛示範的方法 自己去拉元件進來 如果你在Webri裡面想要把它做的像Landing Page一樣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去選擇什麼 這個頁面啊 它的標頭方式啊 你可以把它選成這個起始畫面 確認 一個起始畫面呢 它就不會有那麼多其他東西在這邊 那你這個時候呢 再去做你的這個 元件拖拉 元件 比如說我上傳我要的圖片 好 然後還有其他的元件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有按鈕 我把它輸入按按鈕 但是它這個按鈕 我覺得它的缺點是 它的按鈕沒有辦法像這個LeapPages LeapPages或者是Clickfunnel那麼大那麼漂亮 但是其實我剛剛的這個按鈕 其實我也是自己做的 這個按鈕 其實這個按鈕只是一張圖片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還好OK啊 不見得說你按鈕一定要用它的 你可以自己去 之所以不見得要用它的按鈕 當然它按鈕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移過去之後會變色啦 這是它最大好處 那你覺得太小了嗎 那你可以自己放自己要的圖片 那或者是呢 你今天要放聯絡表單 我想要收集名單嘛 那你可以放這聯絡表單 然後讓訪客去填寫 好 剛剛的頁面是這個New嘛 有沒有 上面的選單它還是一樣存在 上面的選單它依然是存在的 那下面就是剛剛製作的頁面 但是我剛才講過嘛 如果是手機版的話 它是看不到選單的 它一定要把那三條線點開 才會看到選單 所以如果是你在weblight製作的話 其實你花一點心心心力 把它的這個圖片啊文字啊 把它做得漂亮一點 其實你的銷售頁也是可以做得很漂亮 不見得說一定要用這麼貴的方案去製作 好 那我自己是用weblight製作啊 像這樣子 然後點擊之後 像這樣子 其實成交率有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也 我還算滿意啦 所以其實你要讓客戶看到的是你的content 你的內容 你的內容做得好不好 其實是重點 我覺得那個是最大的重點 那有的人會覺得說 可是這個看起來比較漂亮 OK啊 那你也可以選這個 但是相對它的那個價格 剛給各位看過 價格稍微高一點點 那當然如果你的美工能力不錯的話 你用weblight 然後你又不介意上面這一個選單的話 其實你用weblight也是OK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第四種方式 就是在你的虛擬主機裡面 去乘出虛擬主機 那一年的費用也不高 一年的費用頂多也是兩三千塊左右吧 當然有更貴的虛擬主機啦 就是流量啊 或者是其他效能比較好的主機 或者是VPS等等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最最低的成本 那你去架設一個Wordpress的網站 然後呢 再去購買這個外掛軟體 那它的費用呢 就不會像這個leadpages 或者是clickfunnels這種 那麼每個月都要付那麼貴的租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臨時架設的一個 Wordpress的網站 然後呢 Wordpress的網站呢 它上面是有這個表單的 有這個選單的 這個選單不是表單 有這個選單 然後呢 這是一個Wordpress 是一個完整的網站系統嘛 它目前不只是blog功能而已 它還可以發展到像這個 很多個頁面可以新增啊 它算是一個 可以當成一個正式的網站系統 那你說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使用這個landing page 然後上面這個選單拿掉呢 OK可以喔 你看一下這邊有個sell 我點擊一下這個sell 好你看到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放進去的外掛軟體 然後這個按鈕一樣可以變色 而且大大的按鈕蠻漂亮的 像這個就是它的範本 它提供的範本 好 那上面沒有選單 但是你看 它一樣在 一樣是在同一個網址下面 www.baba.tw 然後寫下sell 一樣是在同一個網址下面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opt-in page 這個頁面 好 這個頁面也是我在Wordpress裡面去製作的 你看它也是一個銷售頁面 然後有一個影片 我外插一個影片 然後底下也有一個大的按鈕 然後按鈕呢 你一樣可以去設定槽連結 一樣設定槽連結 然後把它點擊一下這個按鈕呢 連到哪邊去呢 嘿嘿 我又把它連到我的那個web.ly去 我web.ly的那個銷售頁去 那我的意思只是告訴你說 其實你只要能夠連結的話 你要連到哪邊去都是可以做設定的 外部連結連到哪邊都可以 內部連結也可以 所以它的這個Wordpress的製作上 外加這個外掛之後呢 那你也可以做一個landing page 那我們可以到後台去看一下 這個外掛軟體是什麼 給你看一下我確實是用Wordpress去架設的 然後登入後台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叫做optimized place optimized place 這是我很久以前買的外掛 那可是我一直沒有使用它 因為我後來覺得要處理這個備份 然後駭客入侵的問題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我就轉到web.ly去使用 我覺得web.ly真的蠻簡單的 而且反應速度還蠻快的 那SEO其實就是也很要求這網頁的反應速度嘛 所以呢我這次再把它架起來 就是為了跟各位介紹一下 landing page其實有這四種做法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你可以用web.ly去做嘛 或者是你可以用lead page去做 或者是你可以用clickfunnel去做 或者是你用wordpress去做 wordpress像這樣子 像這個是opt-in page就是名單收集頁 這是名單收集頁 然後有這麼多個範本 然後底下thank you page 感謝頁 就是你可能是填了名單收集頁之後 它跳到感謝頁 或者是在購買之後 它跳到一個感謝頁面 你可以自己去製作 然後這個sales page就是銷售頁 就是直接要點擊那個按鈕之後 就是直接去購買 購物車直接去購買了 或者是直接連到刷卡頁去 你看這個是它提供的範本 有沒有覺得很面熟 看起來很像這個lead pages 或者是clickfunnel裡面那個範本 這邊的template 這個是lead pages的template 有沒有很像 其實蠻像的 是蠻像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 自己可以做的像lead pages lead pages或者是clickfunnel那種感覺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花點心思 去使用這個outmostplace 但是你就是要先加一個 Wordplace的這個網站 然後再去購買這個outmostplace 按說這個貴不貴 其實不算貴 因為它買下來 我用了 我大概兩三年前買的吧 到現在它還是可以使用 所以它並不是每個月都要付費 多少錢 大概好像 兩千 兩三千塊吧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outmostplace 去看一下它的價格 那兩三千塊可以用永久 對不對 又不是交你每個月付 所以真的很便宜 它也是可以做到這種像launch 我剛剛講的那種funnel 就是銷售流程 它就是一個launch 第一頁跳第二頁跳第三頁 這個在這個outmostplace的外掛 其實也可以做到 但是呢 Wordplace有Wordplace優點跟它的缺點 優點就是它無限擴充它的功能 因為它只要安裝外掛 就可以無限擴充它的功能 那缺點是什麼 就是跟Windows一樣 你今天外掛的軟體越多 你的穩定性相對就越差 你的loading就越重 你網站就跑得越慢 一旦網站掛點出問題 為什麼變好慢 為什麼被攻擊等等的 你必須自己去處理這些問題 或者是你跟你的主機商很熟 跟它關係很好 可以請它幫你處理 也可以問它怎麼辦等等的 但有些狀況是 你自己要先去了解 到底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然後自己去處理 才會比較快 所以Wordplace比較適合你自己是工程師 或者是你真的很深入去研究它 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它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用Wordplace 或者是你有錢 外包給人家用Wordplace 價站 然後花錢給人家去維護它 OK 那這個就是今天做的這四種 Wiberly Leadpages Clickfunnel 或者是用Wordplace去架設這個 Landing page 或者是架設這種 正式的這種傳統的 有選單的這個網站 來做比較 這樣大概花了蠻多時間 我希望花這麼多時間的主要目的就是 解決很多人問過我很多次的問題 到底要用什麼來架網站 我到底要用Landing page 還是用一般的那個網站來架設 那Landing page跟傳統的網站又有什麼不同 好 今天一次都講完了 如果你還有問題的話 你就直接加入我的中生學員吧 中生學員 你看我剛剛我在錄影的過程中 這個中生學員一直在問問題 所以我常常是在 在那個Line上面直接回覆學員的問題 好那我們看完以上的分析案介紹之後 應該怎麼選擇 其實可以由你自己來決定 那如果你覺得說這個國外的平台 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看看 那如果你用不習慣的話 其實你如果怕你用不習慣的話 我會建議你使用月租的方案 我可能租一個月 1000多塊 那第二個月我不想用 好那你就把帳號停掉不要用了 因為其實有 剛剛介紹的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嗎 甚至有比較便宜的方案啊 你可以買斷式的 不一定要月租式的 如果 如果你覺得說 某些方案是你覺得可以接受的 你就不見得要花那麼多錢 每年去一下 一下子花Landing page又要花一兩萬塊 然後一下子又傳統的網站 每年又要花個幾萬塊 那你兩邊加起來 每年要花好幾萬塊去維護你的網頁 其實不需要 一這樣搞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如果你有自己的美工程式人員的話 那其實也不見得要寫程式啊 一個網頁其實請美工做一做 做個HTML5 就是讓我們可以伸縮 可以讓手機也可以看 然後讓一般電腦PC也可以看的這種網頁 美工的方式也OK啊 這個就是我們給你的分析 請讓你做參考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問問我是劉奶爸 我們請問我 感谢观看